杜菌花的繁殖技术 嫁接 杜菌花的嫁接技术主要用于细菌的繁殖 常用的方法是嫩枝披接,操作简便,成活率很高 嫁接的优点主要是,借助针木的强壮根系和良好的适应能力 使娇嫩的细菌迅速,茁壮生长,提早成型,开花 特别是一些千叉难以生根的品种,嫁接后长得快,长势好 此外,理想的好品种或新发现的枝条变异,都可以通过嫁接 原样的保存下来,甚至单独分离为一个新的品种 要是一株杜菌开出许多不同品种的花朵,也必须通过嫁接手段 才能达到目的 毛菌生长快速,强壮,抗逆性强,繁殖容易,是嫁接西菌的最好真目 嫁接时间,一般在4月至5月 此时温度、湿度均有利于杜菌花生长,接口愈合快,成活率高 此外,9至10月间,气候凉爽,也很适宜嫁接 嫁接多采用劈接法 操作时,接碎长度3至4厘米 待顶烧的上面,留4至5片小叶 下面叶片全部除去 然后用快刀从两面切削,使下端成为楔形 将针目在当年新烧积部之下,5至6厘米处剪断 从断面中心纵拼一刀,伸1厘米左右,略长于结碎的楔形削面 然后插入结碎,要一侧或两侧与针目对齐 用塑料袋缠绕捆扎,使结碎与针目贴紧 宽紧要适度 最后用一支塑料袋,将结碎连同接口全部套入袋中扎牢 放置阴处